Hello 大家好 歡迎到 Y Diary 我們來參加今年的創意文具展啦 那這次的展會呢 除了一般我們常見的像是熟絲、立百代這些大牌之外呢 它光是在設計完創意就放了兩個區域 那另外還有幾招待專區 那我們這次重點是會放在幾個平常我就很喜歡的品牌 同時呢 我們也會來發掘一些我之前還沒有看過 又或者是超級可愛的小東西 那我們就一起去逛逛吧 我們首先看到這一些筆門 基本上你現在看到的這些經典文具 在展場裡面通常都比較便宜 這也是你各位幫筆筒進補的大好時機 那我本來應該是要到更多的文具攤位晃晃的 結果各位看一下這樣的人潮 看看這個萬頭傳動的盛況 所以我最終決定呢 直接把目光就放到紙膠袋專區 還有設計完創意專區 Tracy的品牌 可是今年的文具展大牌長龍代表之一唷 新品中最受關注的 應該就是和泰勒聯名的轉譯貼紙 還有黃銅峰蠟帳 以及to my dear list印章了 那其他新品也很豐富 兩款PET膠袋 還有三款轉印貼紙 以及黃銅峰蠟帳 甚至還有很可愛的中文字印章 絕對是創作能量大爆發的完美展現啊 那這當中我大推這一卷 My dear list 它十分好用 在IG上面有我使用的成果提供各位參考 那最後看到的是 紙上旅行和持續指品聯名的手抄memo紙 這一份裡面啊 有好幾張厚薄不一的彩色手抄紙 有高級感的燙銀 也是很捨不得使用的收藏品 前面我們有提到 紙上旅行有和持續指品聯名 那他們攤位就在隔壁 這是一個2021年成立的品牌 主要商品就是這一種 帶有不同設計風格的手抄紙 有一些壓紋像傳統窗戶 還有像小花一樣的 那這一次他們推出了一口薄餅 這種小小的圓片 看起來就和迷你餅乾一樣可愛又可口 一直以來我覺得 Piang的女孩都超級時尚的 非常美麗 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鎖定在新品BLOOM上面 她就是超級美的妹子啊 搭配了粉度的花花 那拼貼示範也非常的美麗 這邊還有大套組和小可愛便簽本 感覺都是拼貼很好使用的素材 那我也說了 我是個非常堅定 只想要拿妹子的人 結果呢 因為朋友的推薦 就入手了新品套組啦 購入和妹子完全不同風格的 水彩蜂小貓和小妹妹 那套組裡面還有多款貼紙喔 根本是賺到 上一回參加市集 買了微風化室的炊菸那一款紙膠袋 我們這次要看看有什麼新品 他們把小印章包成的糖果 真的是非常吸睛 這邊還有印台組 是六款不只顏色很可愛 命名也很可愛的小印台 那在印章之外呢 這次的主要帶新品是這兩款 小兔子和麵包屋 我的兔兔很多 所以這一回我把麵包屋帶走啦 Maluko小畫室 這一次把大正風格的咖啡店 帶來展場囉 後面不僅非常適合拍美照 不過這個人潮是有點困難啦 這一回新品 有九款專印貼紙 還有這一些紙膠袋的小衫 五款紙膠袋的新品裡面 大正系列有三款 分別是我定義的大主角 大正浪漫 小貓的大正不無 還有logo滿滿的大正花式 這三款各自分開很好看 組合起來還會有一點造景的感覺 至於魔法吃茶 就是延續了華麗的魔法風 還有很多看起來很好吃的小甜點 最後一款是季燃色彩 還有帶歌型 呈現出了經由鏡頭下所拍的東景 都是很溫柔的四季畫面 至於牛蛋呢 是兔兔吃茶吊飾 100塊錢一隻 結果我命中注定的兔兔是 可可啦 另外說到小兔子 就不能不提到裴裴啦 這個品牌很有趣 有圓圓的小兔子 還有性感的妖精角色 以妖精來看 琳蘭祭司這一卷是新品熱門 那小兔子們呢 有兔頭的綜合 以及不同造型的紙膠袋 還有很多小便籤和小夾子 這一類小布 結果呢 我最喜歡的是一款非賣品喔 黑色兔兔 上面好像有我的名字一樣啊 如果我販售了 我勢必是買到 那這邊也是有扭蛋喔 我這次很節制 雖然說六隻兔子都喜歡 但我希望可以扭到花店或是書店 正好有一位可愛的黃洋裝小姐 很好心耶 她說可以跟我換 所以我就順利換到了書店兔兔啦 每一次逛展都一定會看樂意的花花 這一回新套組有五款 還有轉印貼紙 有畫了白玫瑰的玉香 和華麗到不行的豬墜 還有燙銀的片花 以及這一款小可愛秀色 那這一次他們家也出了新的妹子 頭銜少女的用色 比先前那一款更明豔 我覺得應該是很好搭配的人物款 那這一次的印章套組的新品 是花與果 各位看一下 這個紋路是不是很細膩呢 那展場佈置 可以特別的看一下喔 這邊是樂意家的作品原稿 像玉香的原稿啊 和實體的指標帶比較 那他們是把作品拍完之後 再掃描到電腦裡面處理的 可以看到創作者們的發想過程 那不但是花花 您看這邊還有加滿香菜的香腸 看起來又好吃又很有趣 繼續來看一下這一面指標帶牆 最右邊的上下各三款 就是這一回的新品 我最喜歡的是拍立的這一卷 其他像是說說文字 還有變遷花花小點心這一些 都是很吸引人的水彩風格作品 那我最怕看到的呢 是Sample本本 本來我覺得 我自己可以忍住購買的慾望的 不過看到這一些絕美品貼 就很容易會禁不住誘惑 我只在乎你的攤位呢 一樣是內容物滿滿喔 這邊都是乾式轉印貼紙 我們很常看到這一些小動物們 他們貼在瓶子 或是安全帽等物件上面 都可以有很好的呈現 那另外呢特別想要推一下 貼擠的框框 各位看看這些有多漂亮啦 新這款都讓人很有拼貼的想像空間耶 在整場的空隙處呢 我還發現到北海道的紙膠帶品牌 Yohaku 他們家都是這一種淡雅淡雅 比較小捲的盒紙膠帶 很適合打底 點綴或是卡片直接拉條使用 都會是很好的呈現喔 墨然一色的攤位啊 我幾乎擠不進去啦 這一回他推出了七款紙膠帶的新品 我最喜歡這一款童話公主了 是我們兒童時期熟知故事的主角們 而且畫風很細膩 非常的好看 各位可以看一下墨然作品的拼貼Sample 很多拼貼高手們 直接示範給各位看看 可以怎麼樣使用這些新品 在朋友的影鎮之下呢 我認識到了蛋蛋家族 各位看一下這些美少女戰士 還有魔法題材的明信片 是不是超美呢 蛋蛋家族的創作者 本身是個漫畫家 那我很好奇說 為什麼漫畫家 他們不用自己的作品 來做周邊來販售呢 那我們這邊獲得解答是因為呢 這些作品它是和出版社有合約的 所以沒有辦法說想要做周邊就做 不過這裡呢還是有很多好看的明信片 那另外還可以探尋花絲研會 很棒嗎 去年的迷路森林市集 發現到校長室報告 有很多很美的鋼筆字印章 不過當時我比較晚到 所以很多喜歡的都已經沒有了 這也是提早來報到 所以各種款式的印章全部都還有 這些印章呢都使用龍伯木 搭配校長的手寫字製作的 所以每一顆聞起來都會有龍伯木的香氣 我選擇了強壯的夢望初心 還有先前投稿中獎的福生熱夢 以及這以後我要寄進給各位都會蓋上了這一款 柔和攤位 在展場有和許多創作者做聯名款 我是有想要好好的拍他們的設計過程 不過這個光線拍下來畫質蠻差的 總之呢是在現場你可以挑選好喜歡的創作者作品之後 可以依照需求再選擇你喜歡的文字內容 放在一起直接幫你印成專屬的印章 那我這一次是幫小學印了貓入口的聯名款 好好地匹判了一波 花了一整天時間 想要好好了解喜歡的紙膠袋還有文創新品 不過人潮實在是很多 有一些攤位呢不是排隊大熱門 就是我到的時候剛好人潮暴增 所以光是在紙膠袋專區 就沒有辦法完全看完 那設計完創意呢 雖然是翻成了AD兩區 但攤位很多空間是更擁擠 所以我放棄拍攝只有用眼睛觀看了 看到這麼多的新品 又有這麼多人來參觀 有一種產業在欣欣向榮的感覺 那如果可以早一點到場 或是避開尖峰時段進入會場的話 展場的參與體驗會更好的 那我們也感謝各位陪我一起逛展場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吧